这边我需要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把一个工作表变成一个工作簿 基本上的动作类似这样 你可以利用一个方法 假设你要土法炼钢 一般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把这一个复制 按右键不是有一个复制吗 复制然后建立一个范本 上面这个地方有没有 新活业簿 其实是从这边而来的 新活业簿 就是把这一个变成一个新的活业簿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变成一个新的活业簿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活业簿呢 现在的名称还不是水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利用那个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里面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存成名称叫做水泥 然后存在哪里呢 存的格式 这边都有 如果你要存成CSV 就选CSV 然后呢把这个水泥给它 当然你现在没有 你就要自己打水泥 然后存在哪里呢 存在桌面上好了 假如说我有一个资料夹 就是当日行情 我要把它存进去 按储存 那你如果说有33个工作表 你就要做33次 那如果你有330个工作表 你就要做333次 以此类推 如果你有更多的话 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很头痛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每天也有做这些事情的机会 可是呢 有什么方式 我可以把它变成VBA 其实你只要懂得 几个动作就完成了 那里面包含就是第一个 怎么复制 刚刚的动作 怎么样把它 最后一定要怎么样 另存之后一定要把它关闭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几个语法 第一个就是我要如何复制 成一个新的工作表 建立副本 第一个在VBA怎么表示 第二个另存新档 第三个关闭这个档案 换下一个 OK那程式其实非常简单 我在讲义里面都有写 请各位看那个讲义里面画面 一 如何复制 成一个新的工作表 就这一行程式而已 Active sheets 当然你Active sheets 也可以改成哪一个sheets 比如说 第一个sheets 就是sheets 刮胡一 点什么呢 方法就是copy 搞定了 刚刚复制就搞定了 第二个 另存新档 就是怎么样 这个Active 不是Active Workbook 这边最后就是Workbook 工作部 如果你要存档 不是从那个工作表 是工作部 点什么呢 Safe S 特别是要 Safe S 就是另存新档 所以这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然后名称的话给他 那名称怎么来呢 那你其实很简单 我们不是前面有讲过 可以在排序的时候 不是自动产生一个那个吗 所有的工作表名称吗 其实就是sheets.name就好了 哪一个sheets.name 就可以取得名称 所以另存新档的话 后面这个名称 可不可以取得 可以 那怎么关闭呢 很简单 Active Workbook 当然 就是目前 被开启这个工作部 就是这个档案 点什么呢 Close 这样不是三个动作就搞定了 三行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连续的 我要批次的 所以怎么做呢 接下来 我们就是 for I 等于 假设你要从第一个 不过如果你把这个翻译改成 当日行情的话 第一个不要 我从第二个开始 所以你从for I 等于第二个 到哪一个呢 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不是讲过 很多次了 sheets.com 对不对 然后做什么呢 把刚刚的动作 copy 就是哪一个 sheets I 点copy 对不对 再来呢 Active 这个Workbook 就是因为你复制了 现在它一定会跳在最上面 所以跳在最上面的话呢 那个就是 现在被活动的 那个工作部 那个ecele档案 Safe S Safe S 特别注意哦 存在哪里 哪一个路径 然后你记得哦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这要打星星 一定要有个斜线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斜线的话 它会跑到这个资料夹的外面哦 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多个斜线 然后呢 and什么呢 and它的名称 然后再把它关闭 NAS 这样就跑完了 实际上就是三个动作 加一个回圈 就完工了哦 OK 不过会比较讨厌 就是说它会跳出那个 一个matchbox 有没有 就是那个 类似像删除嘛 删除的时候不是跳出一个讯号 另存心档也会跳啦 另存心档的时候也会跳说 你要不要另存 4 4 所以你334 你要按4 334 所以怎么样 把那个displace的论 关掉不就好了 OK 那程式就写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 等一下你们怎么写 那以后呢 当然 这种也是不得已的 因为一般程式 是尽量不要用复制贴上 不过 我看好像你们的需要 好像也不是比较 反而比较 比较喜欢 复制贴上 但我建议都以后 尽量如果可以自己写 就自己写 不过是一个理想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一段程式把它Ctrl C Ctrl C 对不对 复制一下 就是工作表把它另存心档 这一段 不不 更正一下 应该是这一段 工作表存成活业部这一段 这一段有没有 把它Ctrl C 这个是我已经写好了啦 然后呢 再移到我们的当日行情表里面的VBA里面 然后呢 把它贴上 OK 贴上之后呢 第一行先删掉 或者是把它注解掉 因为这个地方 避免就是 这个假如你要选举某个工作表去做动作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这一行程式 然后这个是关闭 有没有 Dispressor Learn 应该看得懂吧 然后去点看Copy 那这个地方你将来需要改的就是路径 路径的话呢 就是我希望存在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桌面上自己建一个工作表 资料表 建一个资料表 资料夹 然后按右键 编辑 位置 把这个位置按右键复制一下 因为我将来就要把它放在这里 那这个路径的话 你可以自己取得 取得之后的话呢 把它贴到这个地方 这一行 这一行后面 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多一个什么 斜线 这个斜线一定要有 这个是根目录啦 你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变成说存在 资料夹的外面 OK 然后名称的话就是这个 目前被活动的工作表的名称 那 再来就是说 那你要存成哪一种答案格式呢 答案格式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个叫File Format 那如果说你老板说 我今天需要CSV档 因为CSV比较通用 任何电脑都可以开得起来 连Linux Mac 反正都可以开 那你就可以 后面等于6 那你想说老师那等于6 这怎么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 按F1 以后你copy过来F1 F1之后 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 有个叫什么X File Format 反正你这个数字 你可以改成你想要放的数字都可以 那这个地方按F1之后 按下这个清单 它就跳出来 那如果是CSV的话 你可以给这个XL CSV放后面也可以 或者是用数字给它 如果你是6的话 那就CSV 那如果说你要的比较特别 是其他的格式 像那个什么 之前的那个X Sale 2003的话 2003我印象中应该是 X Sale的多少 8吧 好像是8 还是哪一个 反正你就找一个 如果前几代的X Sale 8 8好像是旧版 2007 还是 看一下底下还有没有 底下如果 还是找一个 或者是找这个 12这个 那假如你给它的数字是50 好了 比如说你这个数字 给50 它就帮你存成 这个X Sale 12 这可能要再看一下哪个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 我没有特别去记它 那你可以存成哪一种版本 那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 做一个修改 OK 那我们这一题 是把它存成CSV 就是6 这个地方 给它Format 然后最后的话 就让它Copy Save As Close 下一个 一圈 两圈 最后再把那个Dispersion 打开OK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的动作 我现在也是清空的状态 里面是空的 其实有点像变魔术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那现在的这个 这个工作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那我如果今天我的需求是 可以把全部的 这一个通通都转过去 就直接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一直跑 一直跑 跑一个新的 然后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 跳出来那一个 存在指定的路径底下 然后并且怎么样 关闭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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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发现它一直在闪动 那如果你要不闪动的话 很简单嘛 就是Application ScreenUpdating 等于False 它就不闪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很快的 大家让它跑一下下 这个时候呢 如果比较好的 你可以底下再写一个Matchbox 然后OK看一下 全部 就统统搞定了 OK 所以很简单 就是这么几行的程式嘛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地方 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比较实用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这一个范例里面呢 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 如何另存新 如何Copy 一个新的 工作簿 然后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 后面有个参数 就是那个File Format 当然如果你不给的话 它会用 预设的 预设就是 如果你是哪个版本 它就会存你预设的版本 所以那个File Format 也可以不加啦 如果说你要加 要转换成其他格式的话 就可以自己按F1 去查一下 你要存的档案格式 然后它就关闭Close 然后就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很轻松的 很快的 可以帮我们把 大量的工作表 自动的转换成工作簿 其实这样的话 工作当然就是 会比较惬意的 轻松惬意的 OK 试试看